這裡是臺東市鯉魚山 許多臺灣蜜猴爬到民宅的屋頂 以及防土石掉落網的欄杆上 民眾養的小狗 經常與這些猴子對視 而附近民眾表示 居家附近蜜猴數量越來越多 擔心造成人口衝突 里長表示 鯉魚山緊鄰住家又有休閒步道 雖然已告示民眾不要餵食猴猴 但這一群猴 卻會入侵民宅偷東西 而臺東縣府保育科初步統計 鯉魚山大約有十多隻猴猴 目前已進行幼捕工作 但擺在山邊的幼捕籠 卻疑似被民眾破壞 臺東市鯉魚山迷猴數量增多 民眾也擔心鯉魚山變成下一個高雄柴山 呼籲縣府要儘快處理 而縣府也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餵食 門口也不要放食物 避免引來猴群 原視新聞 我們鯉鯉鯉台東市 怎麼報導